您好 欢迎收看11月15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由台东县政府推动的110年 风起园舞 跃动台东原著民族表演艺术人才培育计划 透过和歌手舒敏恩 以及舞蹈家布拉瑞扬的合作 培育许多出色的表演者 11月20号21号1点2天 要在台东旧站特区举行纯果展演 为此县政府15号也举行了记者会 为为期两天的展演拉开序幕 在歌手舒敏恩以及舞蹈家布拉瑞扬的教导下 参与县府风起园舞计划的学员们 认真地学习各项表演技巧 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训练 终于迎来了成果发表的日子 将在这个月20-21号两天进行成果展演 而对于原住民乐舞人才培育 相当重视的台东县政府 特别在15号下午举行记者会 为接下来一连两天的展演拉开序幕 这么样好的一个文化资产 现在政府更应该要来协助 我们这些有实力 而且有热情的团队和个人 刚才我们二六月团在分享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他们最缺的就是舞台和知名度 和需要的机会 成功成名最重要的 当然第一个是实力 第二个就是机会 我们这次的 今年的风雪原舞的部分 我们请了苏宇恩还有葡萄卫阳老师来做挑选 还有指导 那很重要除了他的 给你的一些经验以外 更重要是让你接触更多的机会 让各位更有机会去成名 我想这是县政府 除了在基础的教导上 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而身为原名歌手的苏宇恩 也透过影片的方式 参与了今天的记者会 帮学员们加油打气 并希望透过乐舞展演 将原著名文化的特点展现出来 我觉得文化也是 我一直很在乎的这样 包括了那个 其实东南美女团也有 也有类似特别 有一个在善用文化的一些优势 放在他的表演上面 然后我这几年 在发展原著名音乐的时候 我也觉得善用自己的文化的一些扯点 和优点 其实可以让自己的表演 和创作做得更好 这个月20号起1年2天的展演节目 除了提供给今年度培育团队一个演出平台 也邀请了过往参与计划的优秀团队 还有新生代原名歌手接连演出 希望借此开拓培育人员的视野 同时也累积舞台演出经验 并且在专业师资的合作下演出 持续推广在地的原名乐舞文化 记转起轮 台中市报导